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講座要正式開始 我們有請科教中心的高永泉主任來為我們主持 我們今年青年尬科學競賽活動的主題是 種子 由種來決鬥 我們的議題之一就是種子的保存 剛才早上的在競賽過程中 有一些隊伍就是以保存種子 作為他們的短講的主題 在台灣講起種子的保存 你無法避開這位我們今天邀請的講者 就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李家瑋教授 李教授是赫赫有名 他的頭銜非常多 包括他擔任過不是連任 是兩任的台中的科博館館長 這個還是有些差別 也並不是說一任我們就幹個五年六年 他是兩次分開兩次 在90年代跟2000年代的2000年 應該是 這個也許等一下讓他自己講 我記不得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我知道是90年代擔任過 然後2000年多少年又擔任過 所以對於台灣的科學教育是非常有貢獻的 那麼他目前也仍然是清華學院的榮譽院長 也許等一下他可以提一下什麼是清華學院 因為他做的事蹟太多了 他也是目前科學人的總編輯 所以你們如果有在看科學人雜誌的話 科學人雜誌是世界頂級的科普雜誌 Santi-America的中文版 是由遠流出版社出版的 那麼你們如果看這一份雜誌 你們每個月都會看到我們總編輯的話 就是李家維教授都有話要講 他在電台也都是每個月會上電台接受人家訪問 來介紹科學人 那這個是只是他的頭銜或他的作為 我少數我就因為不耽誤時間我介紹 我在這邊跟大家介紹的 可是最主要他今天來這一邊 我們邀請他來演講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主要是因為他在熱帶植物種子保育上面的作為 他目前是孤岩卓雲植物保種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這個保種中心就是在南部 我相信這也是他今天要演講的 要跟我們介紹跟我們分享的這個主題 那這個保種中心是台灣現在最大的熱帶活體植物收藏跟研究中心 那他的使命是保育熱帶及亞熱帶植物 那也被很多人稱說以這個中心 稱呼這個中心是熱帶植物的諾雅方舟 我想這個別名就一語道破它這個中心的意義 那也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因為真的跟我們今天這個種子這個主題太切合了 所以他是我們這個演講的博二人選 這個大師演講的博二人選 好我現在就請這個李教授上台來跟我們介紹 看到有這麼多的年輕人穿著高中的制服在這裡 我要恭賀將來你會活得很久 因為人類的壽命從一百年前 大家平均活個三十歲 今天我們追求的都是九十歲一百歲的人生 你們當然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以上 但是未來的日子會很不好過 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人類自己推動的這一場生命的滅絕 這是大家關心的事情的背景是什麼呢 二氧化碳 大家都說工業革命的時候 二氧化碳的空氣濃度是250ppm 在兩年前正式超過400ppm 每年增加兩個ppm 再過三十多年 很可能就要超過450以上 那時候很難想像我們的日子怎麼過 但是回顧地球的歷史 大家請看螢幕上的這個表 從五六億年前開始 是右邊的這個曲線圖 一路二氧化碳的濃度是往下降的 當年的二氧化碳濃度高到什麼情況呢 七千ppm 那個時候正好是動物在原始的海洋 演化出來的時候 也正是不久 植物就要從水裡頭到陸地上生活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動植物的祖先 是誕生在七千ppm的年代裡頭 他們怎麼活過來的 何以這一路二氧化碳濃度這樣子的下降 中間當然幾經波折 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談的主題 誰救了地球 當然是植物救了地球 因為植物行光和作用把二氧化碳給拉下來 但是今天植物世界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不只是植物本身 其他的生物面對什麼樣子的災難呢 這是兩個月之前Science雜誌的幾個故事 他說蝴蝶的生存受到了極嚴重的挑戰 不論在英國在德國在美國 其實台灣依附如此 在過去的這一個短短的幾十年裡頭 蝴蝶的族群跟種類下降了一半左右 甚至還要更嚴重 也就是你走到原野裡頭 你會感嘆蝴蝶到哪裡去了 舉世皆然 這個事件尤其當它發生在 德國的保護區裡頭的時候 你更壓抑 蝴蝶的食草是植物 保護區裡頭的植物是不該受破壞的 走進那裡頭你看到的 似乎跟以前沒什麼兩樣 但是蝴蝶明確減少了 這裡頭的因子非常的複雜 因為蝴蝶不是什麼植物都吃的 當環境改變的時候 也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會死光光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得面對許多的變數 這是其中的第一個事件 第二個事件 他說全世界的地圖 把它給檢討起來的話 有超過百分之五十八的地球的表面積 已經不能夠永續下去了 那也就是當一個地方的生物多樣性 降低了百分之十五以上的話 那它就不能夠持續的穩定的發展下去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頭 人類活動已經讓超過百分之五十八以上的表面積 沒有辦法持續的健康的發展下去 這當然是一個絕對嚴重的警訊 地球顯然面對絕對的災難 但是災難本來就是地球的宿命 地球曾經火紅一片 遙想四十六億年前地球誕生的時候 無數的小行星匯聚撞擊在一起 那當然是火紅一片 往後持續地發生多次的災難 地球的高溫是生物竟然可以容忍的 但是只有部分的生命可以如此 地球也曾經酷寒過非常長的歲月 在六七億年前 地球陷入了幾次的大凍結 那是一個雪球事件 也就是整個地球 所有的海水都凍成了冰 也許只有赤道底下還有液態水 這樣子的凍結是歷千萬年之久 你很難想像地球的生命 已經演化了二十億年了 竟然到了六七億年前 一切休眠 因為沒有人可以活在那樣子的低溫底下 只有幸運的生命 躲過了這個災難 等地球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回暖之後才繼續地輻射演化 很多人說 我們正在創造第六次生命大滅絕 這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從寒武記到現在 已經有過五次大滅絕了 五次大滅絕的定義就是失衡遍野 那也就是地球上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個體 死在這場災難裡頭 那是一個很難想像的一個情境 我們第六次大滅絕什麼時候會來臨呢 2011年終於有了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說在往後人類的幾個世代裡頭 第六次大滅絕就要啟動 那指的是百年之內 當它啟動之後 我們停不下它來 我們又很可能就要面對一場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生命個體的死亡 在那往後有那麼多的新的統計分析 告訴我們這個腳步越來越近 我們用兩次曾經出現的大滅絕 來說明那樣子的慘狀 剛才看到了7000ppm 何以到了三億多年前的時候 突然的一路下滑 是誰吹動了二氧化碳 給埋到地裡下去 是植物 植物在4億7500萬年前演化出來 到了3億6000萬年 他們建造了一個全球性的巨大的沼澤森林 那時候溫暖潮濕 我們今天受益無窮 因為今天所用的煤炭 那個還可以讓人類用200年以上的煤炭 主要都來自於這個巨大森林的遺產 但是美好的歲月逐漸的消退 因為地球的陸地板塊從地球誕生之後 可能沒有停止過的在移動著 在2億5000萬年前的時候 所有的陸地板塊匯聚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盘古大陸 無數的海岸線消失 地球再也不溫暖潮濕 乾燥寒冷 這造就了一個災難的序曲 但是真正把地球推向 那一個致命的災難的 是來自於火山群的爆發 在今天的西伯利亞的地方 連續的火山群的大爆發 造就了這一個很可能 超過95%以上 陸地跟海洋生命種類的滅絕 那就是代表99以上 甚至更高比例的個體的死亡 這個災難起因於火山爆發 噴出來的火山灰 遮天蔽日陽光照不進來 但是地球沒有因此陷入一個 長久的黑夜跟寒冬 而是伴隨著噴出來的二氧化碳跟甲烷 造成了全球性的增溫 那個進行曲跟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幾乎沒有兩樣 全球增溫之後海流停止 海洋窒息 海裡頭的魚蝦螃蟹在無氧狀況底下死了 一海沉到海底被細菌分解 結果就造成了硫化氫這個劇毒的氣體 從海底染染上升 毒死了海洋生物 在陸地上頭也毒死了陸地生物 當它到了地球的上空 跟臭氧成作用 把地球的防護罩給破壞 紫外線長驅而入 把沒有被毒死的生物再殺死一遍 所以這就是那一個兩億五千萬年前的大滅絕 只有躲過那場災難的生物 在新生的空間裡頭快速的輻射發展 爬行類生物飛上了天變成了一手龍 他們到了水裡頭變成了魚龍 變成了蛇頸龍 在陸地上頭他們變成了巨大的恐龍 也變成了凶猛的巨獸 這是終生代歲月的開端 我用這個案例來說明 這是我很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在中國大陸東北遼寧西部的遼溪 這是一個一億兩千五百萬年前的地層 記載著生命演化非常重要的幾個環節 在這裡工人正在挖開這些黃土城 我手扶著的那個地方 是一個火山爆發噴發出來的證據 在一億兩千多萬年前 這裡是茂密的森林 無數的湖泊 但是頻繁的火山爆發 隆隆的火山爆發 噴出來的大量火山灰 讓林子裡頭的動物嚇壞了 大家正次飛向開闊的空間來逃難 但是熱騰騰的火山灰把他們給鋪倒在河灘 在湖泊裡頭 細緻的火山灰滲到了他們的身體裡頭 精緻的凍結凝結住了整個生態系統 讓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一億兩千萬年前 在中國東北是什麼樣的情景 幾十種以上不同的恐龍 身上披著華麗的鳥羽 那是代表著鳥類的誕生 他們的嘴裡頭還有很多牙齒 還有一個有著肌肉骨骼的尾巴 那個地層也是地球上頭 植物再也不是讓原野清脆一片而已 日本花園變成了一個繽紛的英國花園 因為會開花了 花是鮮豔的色彩 甜美的蜜汁芬芳的氣味 這一切都是演化來跟動物互動的 這一來快速的多樣性的演化 就在很短的時間裡頭 推動了地球的生命多樣性 到了一個巔峰 花引來了蝴蝶 引來了昆蟲 也留下了牠們的蛋 但孵化變成毛蟲 開始啃葉子 植物 活下來的方式就是 分泌出有毒的滋意 長出刺出來 這個是一個共同演化 是一個快速的競爭妥協跟合作的案例 讓地球的生命有了絕對的多樣性 我們的祖先可以回推到五億多年前 在中國雲南的一個小小的兩公分長的 像魚一樣的簡單生命 我們也可以回推到兩億五千萬年前 跟著恐龍一起在地球現身的圓形的哺乳類生物 我們的祖先也可以推到一億兩千萬年前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在子宮裡頭孕育孩子的小老鼠 這個重要的化石也在中國東北的遼寧現身 我喜歡的國家地理雜誌 曾經用這個化石找了一位漂亮懷孕的模特兒來合照 古生物學界稱她是一個日出母親 也是一個攀原始祖獸 我們人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孕育出來 但是再一次美好的歲月結束 在六千五百萬年前 那一個直徑十公里的小行星夹著它的速度跟重量 撞在今天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島 造就的是絕對的連續的災難 因為它把海洋給蒸發掉了露出一個大洞 把海底的岩石給氣化 把更深層的岩石變成岩漿飛溅到空中 最遠飛到了地球跟月球中間一半的距離 當這一些凝結的岩石穿過大氣層摩擦生熱 就造就了億萬顆的火球 撒遍地球的表面 造成了一個從來沒有過的世紀大火 這當火災過後 地球再也沒有這樣子的熱騰騰燃燒過了 火災奪走了陸地的生命 但是不止如此 那一個空調的海洋 旁邊的海水湧進來造就了從來沒有過的海嘯 日本的海嘯有二十多公尺高的浪頭 在六千五百萬年前的海嘯 最少是一千公尺高 可能到四千公尺高 席捲全球 你到哪裡都可以看到當年那場海嘯的證據 更重要的是這個撞擊讓地球震動 撞擊點的對面是印度 印度崩解火山噴發 又一次的全球性的增溫 地球陷入了另外一場絕對的災難 很可能有76%到80% 陸地跟海洋的物種毀在這場滅絕裡頭 那當然是90%以上生命個體的死亡 再一次的是只有運氣決定了誰可以活過去 我們的祖先幸運地活過去了 植物的祖先 那一些會與開花能結種子的植物活過去了 在新生代裡頭重新的孕育 在五千五百萬年前 我們今天地球上的幾個重要的哺乳類主角都已經現身 像狗一樣的大小 像牛一樣的本質的鲸豚類的祖先 融入了海洋變成了鲸豚 蝙蝠在五千五百萬年前也飛上了天空 再一次地繼承昆蟲跟 翼手龍跟鳥類的步伐飛上了空中 更重要的是在五千三百萬年前 第一個在樹上生活的靈長類 也就是我們的再一次的祖先 在中國湖北的叢林裡頭現身 他可以被想成是一個拇指猴 可以攀在我們的拇指上的大小 我們是從這樣子的體型跟生活方式開始的 在同一個時間地球有一個絕對的災難 但是它沒有造成一個嚴重的滅絕 是誰拯救了這場災難呢 我要介紹一下 這是當初的北極北冰陽 在這個事件之前 地球很少在北極跟南極可以看到白白的冰層 地球向來都是長期的高溫 但是在這個時候 有那麼一場災難 是板塊的撞擊讓北冰陽封鎖了 只有短短的窄窄的一條裂縫通向海洋 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 因為地層的變動上升到了三千多ppm 是今天的九倍十倍之高 但是經過了八十萬年 這個災難逐漸地撫平 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有一種水生的蕨類叫Azola 滿江洪 大量地在這個北冰陽上都繁殖 北冰陽是海水 但是高溫讓冰雪溶解 周圍的淡水湖跟河流 把淡水送進了北冰陽 然後在它表面變成了一個薄薄的淡水層 淡水的滿江洪就在這個表面上頭 快速地繁衍 八十萬年裡 它大量地把二氧化碳給抓下來 它自己死亡以後 它的遺骸沉到海底 今天你到北冰陽的底部 可以挖到無以計數的滿江洪的化石 它把大量的二氧化碳封存在北冰陽底下 是把地球從三千五百ppm 逐漸拯救的另外一次植物的英雄事件 在這裡你可以看得到 二氧化碳的濃度快速的降低 跟地球快速降溫的過去的歷史背景 這是一個生命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Azola Event 今天滿江洪還活在我們的周邊 剩下有八個種類 在這裡 《國家地理雜誌》畫了這麼一個圖表 當二氧化碳濃度降低以後 地球逐漸地進到另外一個低溫期 這個開始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 南北球的那些冰層 才正式在地球表面上都現身 我們人類可以追溯到700萬年前的人科動物的誕生 也可以追溯到200萬年前人屬動物的誕生 當然我們也可以追溯到20萬年前 現代智人在非洲南部 東南部現身的過程 這是在南非的海邊留下明確的一個洞穴 在19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在那裡很可能是幾百人 流住了這個血脈 勉強地渡過了幾萬年的漫漫長東 19萬年前 正好是地球在過往的 200萬年周期性的冰河時期的倒數第二次 每一個冰河期歷時十萬年 凍結個八九萬年 中間有一兩萬年是兼兵期 19萬年前 人被迫困在南非的洞穴裡頭 等了幾萬年 氣候才容許這群人往北走 走到了非洲的北端 他們留下了精美的石器 他們留下了用火的證據 這是過去200萬年裡頭 那一個周期性的十萬年的冰河期的情景 我們現在本該再度進入冰河期 是何以如此呢 有一個說法是 中國人在五千年前 在中國的長江流域開始種水稻 把大量的陸地面積變成了水田 然後在那個地方 讓甲腕可以從沼澤田裡頭給釋放出來 是人的活動 延後了冰河期的道理 當第一次冰河期結束的時候 我們的祖先 已經分布到了非洲的北端 從那個地方 展開一個生命史上最壯闊的征服之旅 在六七萬年前 從非洲的北端 從歐洲的南部 已經蔓延到了澳洲 到了亞洲 到了歐洲 到了一萬五千年前 正式抵達了南美洲 這是一個漫長的生命旅程 但是到了一萬年前 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地走入了農耕生活 我們被迫採取一個 從來沒用過的生活方式 那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如果有鮮肉可以吃的話 你怎麼可能去播種幾個月照顧植物 然後再來收割 磨成粉做成麵包呢 這個原因就是 地球的資源是養不活 不到一百萬的 像我們這樣子的個體 我們就像非洲原野裡頭的獅子 非洲原野裡有無數的羚羊腳馬 但是沒有幾頭獅子可以活在那裡 在一萬年前 我們被迫走入了農耕 但是也因此釋放了雙手 創造了另一波的文明 這是教科書裡頭 都要提的一個人口成長圖 從一萬年前一直到不久之前的幾百年前 全球人口都處在極度的低密度上頭 我記得 呂老師的書裡頭提過 那個輝煌的唐朝 聖堂的時候 中國人只有兩千多萬人 乘以五 大概就是世界人口數 國父孫中山革命的時候 中國有四萬萬同胞 世界上大概就是二十億人 我們在念高中的時候 世界人口說要到四十億 我們恐慌極了 但是就在不久之前 我們度過了七十億的大關 往後每年成長七八千萬 到了各位三十四年之後 二零五零年 你們正值壯年的時候 地球人口當然會明確地超過九十億到九十五億 但是全球增溫 讓我們不知道二零五零年的時候 會活在什麼樣子的情景底下 滅絕有一個明確的步伐 岩石記錄清楚地記載了生命興衰的節奏 但是今天各個類群的生命 都處在絕對不同於背景值的窘況上頭 鳥類正以一百倍的速度在滅絕 淡水魚用一千倍的速度在滅絕 兩棲類生物用兩萬倍的速度在滅絕 各位你看到的世界 跟我們以前看到的世界當然截然不同 三四十年前 台灣的海邊潮間帶裡頭 可以看到三百種漂亮的魚類 今天你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 你了不起能看到一百種魚活在潮間帶 不只台灣如此 舉世截然 也因此 剛才高老師介紹 在2006年底我們說服了台尼集團 說來發展一個拯救世界多樣性的行動吧 在2007年1月份成立基金會 這就是孤岩作雲 植物保總經濟會的起源 我們要保持住地球上能夠存活的血脈 希望有一天我們還有機會 有材料來重建被摧毀的生態系 到了今年這個月 我們建成了17棟的花房 新建花房的工作從來沒有停止過 因為我們從世界各地匯聚來的齊花議會 都養在房子裡頭 都養在往事裡 到上個禮拜 我得到一個讓我興奮的報表 每個月我看著數字的成長 在上個禮拜 我們正式超過三萬種植物 三萬零六種植物 怎麼看這個數字 台灣是個寶島 我們從海邊到玉山頂上 有4300種植物 整個北美洲 包括墨西哥 美國跟加拿大有兩萬種植物 整個中國大陸 龐大的國土多樣的地形 也是三萬種植物 也就是走進了保總中心 你幾乎看到了 比整個北美洲 接近中國大陸的一個植物的多樣性 在這裡匯聚了 有8581種的蘭花 裡頭包括有超過5000種的原生種 台灣有428種蘭花 我們說自己是個蘭花島 但是保總中心 有十幾倍以上的豐富 這是其中的蘭花花房的一個部分 蕨類植物是地球古老的類群 世界上有一萬種蕨類植物還活著 在保總中心 我們現在建立起一個 1858種蕨類的收藏 鳳梨科植物是中南美洲生態裡頭的 最重要成員之一 牠們攔截雨水 讓樹上的動物 一輩子不必下地 就可以完成牠們的生活史 但是今天牠們的生存 受到了絕對的威脅 因為樹砍了 這些鳳梨沒有依附此處 動物也就跟著 面對著悲慘的命運 世界上有3000種的鳳梨變化 在保總中心可以找到1600種的鳳梨 我們現在有2500的收藏 中間的落差是什麼 是栽培種 栽培種指的是選拔的個體 以及種之間的雜交成果 因為有不少的種已經滅絕了 我們留住雜交種 也就是留住了基因 各位 你將來要面對的是一個 合成生命科學的時代 這個步伐其實已經展開了 在五年前第一個 人工合成的細菌面試之後 科學家在合成酵母菌的替代品 科學家正在組裝多細胞生命 將來我們有無數的生命 會在實驗室裡頭誕生 但是需要材料 材料就是基因 保住這些多樣地球上 億萬年創造的基因 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這是在中南美洲 孤懸在樹上的鳳梨 這個物種在原野裡頭 已經滅絕超過半個世紀 我們取得了最後一個個體 繁殖它 很清楚地知道 它再回原野是不可能有未來的 因為它的基因組合 不論我們把它繁殖個 一千個一萬個十萬個個體 它都是一樣 因為它只能無性繁殖了 只剩它自己 但是我們留住了基因 將來可以把它的特色 轉到別的物種身上 保障中心有一個漂亮的 秋海棠科植物的收藏 地球上有1600種秋海棠 我們留住了其中一半的種類 在保障中心裡頭 有一個非常豐富的多肉植物收藏 多肉植物是我過去不會想 說第一個直覺要保存的對象 因為你到花市 100塊錢可以買三四盆 你半年忘了澆水它都還活著 這種植物哪需要保存呢 但是當我在非洲奈米比亚 沙漠裡頭敲化石的時候 原住民Bushman告訴我說 這種多肉植物叫Hudia 它現在激進採劫一空 它們的祖先在展開長城的 征戰狩獵之前 每個男子吞一根Hudia 它就可以連續地奔跑幾天幾夜 不會口渴 不會肚子餓 它絕對地抑制住了食欲跟口渴的感覺 現在它搖身一變變成很好的減肥藥 它就被採劫一空了 也因此我們決定展開多肉植物的保種行動 原因就是沙漠裡頭找到一丁點水 大家就想把它變成綠洲變成牧場 找到點礦物就想把它變成礦產 現在的工程師們更覺得沙漠是浪費 它要在沙漠種電 說有多大的一片面積 就可以供多少的家庭使用電力 他們都忘了也很可能不知道 沙漠植物也需要照陽光的 它沒有辦法活在太陽能板之下 也因此我們建立了一個 6800多種多肉植物的收藏 走進這個多肉植物的收藏溫室 幾乎所有的年輕人眼睛都真正的亮起來 因為這是現代版的療癒材料 大家對多肉植物情有獨鍾 我們有一個非常豐富的 天然新科植物的收藏 裡頭有許多是需要柱子攀爬而上 才能夠完成生活史開花結種子的類群 為了他們我們建了三百根的柱子 讓他們可以往上一路的爬上去 來完成他的生活史 熱帶植物 有些住在水裡頭 但是雨林坎 原來溪流裡頭冰冷的溪水 裡頭的水生植物 它是活在陰暗穩定的水裡頭 已經有千萬年之久 它活在色式二十四五度的環境底下 樹砍了 陽光快速的加強 水溫上升 它們無處可逃 為了留住這些水生植物 我們把它們放在恒溫室裡頭 在這裡十幾萬個個體 都標上了電腦標籤條碼 像博物館裡頭的收藏品一樣珍惜它 這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 它只對學者 對捐贈者開放 受到了嚴密的管制 因為它不適合大家 來 頻繁地進來參觀 我們要控制病重害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把這裡頭的材料 跟全球的學術界分享 每一個禮拜幾乎都有 世界各國的學者 來這個地方採標本 等一下我跟大家做完報告結束 我就要到屏東去 因為從明天開始 我們有四天的國際會議 東南亞國協的植物園組織 把它的秘書處放在保種中心 有十二國的代表 他們明天陸續地抵達 我們要共商怎麼樣地 在東南亞地區 推動植物保種的行動 在創立之初受到過一些挫折 讓我印象深刻 來自於熱帶的植物 我們沒有辦法養活它 但是我很快就了解 熱帶其實比台灣要涼快很多 我們比熱帶要熱很多 我們比熱帶也能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有不少的熱帶植物 長在山頭上頭 它們迎接的的是 中年不斷的潮濕 百分之百的濕度底下 讓它們長期在這裡演化出來 但是氣候變遷的第一樣事情 就是讓霧不見了 當高山上頭的水氣消失了以後 這些在那裡演化出來 千萬年的物種是無處可逃的 也因此我們在溪頭 選中了兩個花房 在那裡保存了超過一千種以上 來自於中南美洲 霧林帶裡頭的植物 同時開始到海外去推動保種行動 第一個合作的對象是大洋洲裡頭的 所羅門群島 那裡有五十萬非洲之外最黑的人 那裡有將近一千個島嶼 有許多都還沒有經過太大的破壞 地球上最不知道的生命多樣性 就在所羅門群島了 在那個地方 我們開始跟當地人合作 來探索 來保存住他們自己的資源 在那個地方 海邊的樹上 我看到了整棵樹 爬滿了綠色扁平的蜘蛛藍 它們一輩子不長葉子 直接從根長出花出來 台灣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子的情景 但是早就不見了 在所羅門群島至少還有四種蜘蛛藍活著 在所羅門群島有一天下大雨 我到不了原野 到它的中央市場繞了一圈 一個小時不到 我帶回了十六種的芭蕉 那是我美妙的水果品嘗的經驗 第二天我碰到它的農業部長 我說恭喜你 他說你找到了多種 我說十六種 他拍拍我說 他們有120種以上的芭蕉變化 我們引進了這些品種 準備豐富台灣人的品味 但是從空中看所羅門群島 已經變成七盤狀 有許多主要的島嶼被砍伐一空 是那一些砍遍了東南亞的華人伐木商 帶著最現代化的機具跟技術 開始進駐所羅門的各個重要島嶼 揭法改種油棕樹 你可以想像是什麽樣子的結果 四輛推土機並肩前進 一棵棵樹倒下 露出來了 接著兩旁的樹林就開始倒下 把大量的巨大的木頭運到海邊 幾乎百分百送到中國大陸去 但是它不是那邊人的罪惡 因為加工之後行銷世界 台灣也進口了不少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責任 台灣在過去四年 有幾十位的植物學者 陸續到所羅門群島去探索那個叢林 以許天泉這位蘭花專家做例子 他帶回了四百種以上的蘭花 他告訴我這裡頭有五六十種以上 會是世界上科學界所不知道的新種 陳振維是一位傑出的絕類學者 也帶回了四百種絕類的紀錄 他告訴我裡頭至少有三十種 會是世界的新種 從去年開始他們陸續發表 他們在所羅門群島探索所得的成果 保重中心送了一個現代化的花房 給所羅門群島政府 在那裡頭是一個現代化的花房 我們培訓當地的年輕人 怎麼樣子的來收集培訓 培育他們自己的獨特物種 建立起管理制度 邀請他們到台灣來跟我們一起工作 培訓他們的能力 希望將來有一天 他可以照顧好自己的國家資源 同樣的行動 複製在非洲的聖多美 在中南美洲的加勒比海的聖文森 我們也準備在中南半島的遼國 來複製所羅門經驗 但是我們缺人才 這是我過去幾年的感觸 也因此在今年年初 構思了一個未來地球生態學程 他順利的展開 從160位熱情的報名者 我們選拔出了25位熱血青年 有15個月的培訓課程 前兩個禮拜在自然科學博物館上課 目標本認識多樣性 第三個禮拜到保總中心上課 全面性的認識職務 第四個禮拜到台北市立動物園 到清華大學來上課 第五個禮拜到西頭 參加吳大游科學營所舉辦的 全球氣候變遷的會議科學營 接著有三個禮拜到各實驗室實習 明年的寒假 上一個禮拜課之後 就上山下海 明年的暑假 上一個禮拜之後 就丟到馬來西亞的原始叢林裡頭 去兩個禮拜 真正的認識叢林裡頭的現況 也比較那些原始的叢林被砍伐之後 改種油棕樹的窘況 這是一個兩個暑假跟一個寒假的 長期的培訓課程 明年我們還要再招募一群熱血青年 後年也是如此 在座的高中同學們歡迎你加入 密切注意科學人雜誌這些 招生廣告的宣傳 我拉閘跟大家報告如此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謝謝李教授精采的演講 我們再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